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根据世界之声的消息 昨天四名中国官员 试图影响正在草拟的APAC峰会宣言内容 要求与巴西外长帕托谈谈 被拒绝后 他们强闯帕托的办公室 最终被前来支援的警察和保安挡在门外 巴西外长帕托事后向法新社轻描淡写地说 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但另有消息说 巴西外长认为在这种情势下 他单独与中方代表进行磋商并不合适 中方官员的此番行为引起关注和讨论 法新社说 中国官员干预国际会议已不是第一次 今年9月 在挠拢主办的太平洋岛屿论坛期间 中国代表团在一名发言人讲话没有结束之前 要求打断对方自己发言 被拒绝后离开了会场 这些中国官员被谴责是仗势欺人 以大国姿态恐吓太平洋小国 被挠拢总统瓦卡斥围 放肆傲慢无礼 瓦卡要求中方为此道歉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明镜电视 明镜电视